3 1 2 2 1 2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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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说 他回不去了 因为他有跟我分手 奇怪 怎么不一样 他也跟我说他回不去了 所以今天要留下来陪我 欢迎收看 青春猛回头 今天聊的这个是跟分手这有关系的事情 回不去了 哇这话真的感觉很沉重 尤其配上了那个 配上了那个隋唐 隋小姐的那个表情的什么 什么隋什么 隋小姐 那不是隋唐演的吗 你知道隋小姐她要不要叫什么 我不会这样叫她 难道叫她 我会叫她隋唐小姐 隋唐小姐 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分手 而且分手是人生的必经的过程 而且是我们学生时代 最刻骨铭心的回忆 有个广告词说 对 幻灭是成长的开始 没错 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 你的情绪啊 人家说你要会演戏就先谈个恋爱 你才会知道那情绪的起伏是什么 对不对 OK 欢迎我们这四位幻灭过的学长学姐们 欢迎 一起来 同有礼貌 向学长来问好 学长学姐好 请回礼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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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弟学妹当然乖 有时候学弟学妹好 学弟学妹好 好来 kea 好棒 谢谢 刚才村国豪一开场就说 还没开场的时候就说 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年轻 是他们应该穿校服了 对啊 我们都脊椎了 就是要让你们回到青春 你们多久没穿这种衣服 你们穿制服 不要让他们穿这样的一个便服 年龄会稍微近一些 对 你们都插到两轮左右 不要开玩笑 没那么夸张吧 因为我怕你穿中山装来 他们看来会吓到 我们三个念书的时候 都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对 都是便服 我们都是便服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符号 我相信你们会因为这样子 让自己感觉到 诶 跟以前做连结啊 没错 今天聊分手 来 马上让我们所有学弟妹们 青春团的成员 听听看你们这一代 好不好 你们跟她是不同世代的 这要承认 你们年轻的时候 请跟我们分享 今天的第一趴重点 你们最难忘的分手经验 大概20岁左右啦 OK 不是不病在以前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年轻的时候比较赌气 嗯 就是比较爽快一点 然后那时候的 爽快 有多爽快 有年轻的照片 可不可以看一下 他年轻的照片 他年轻的照片应该很慌 哇塞 好像陈汉典 哇 诶 有一点 诶 有一点 诶 有一点 诶 其实有一个 诶 这个几岁 这我18岁 我高三的毕业 国中 他比汉典帅了 帅气的 帅气的陈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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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很帅 对 然后 他就在这个 左右时期 诶 哇塞 哇 哇 这个领寺张 厚领 还黑白 诶 你到底几岁啊 要不要跟他敬礼一下 要不要敬礼一下 要不要敬礼吗 诶 帅诶 诶 这张好帅 诶 你怎么会有这种黑白照片 好适合挂在卡车前面 诶 诶 我看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看起来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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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也是 诶 你正在讲 好像革命烈士诶 诶 诶 也有点像 日本的Yakuza 革命烈士就是黄花岗那些人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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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曲 诶 你一曲 诶 这什么时候 这张ok的 这个大概 19 凡那两张 刚才那两张是大概 差不多15 差不多前后年 对 还有第三张吗 这谁 这我 这我刚到 这你姐姐吧 没有 其实真的 这是你 变化是蛮大的 你以前更小的时候 在我剛要升國一的時候 你小時候長得很娘炮 對啊 你小時候像女生呢 對 就是比較 人會變這麼多 而且朱凡剛算帥哥 謝謝 我們現場的青春團成員 他算大你一點點 好不好 大哥哥 你覺得是你的菜的舉手 好不好 女生 長這樣會想倒追他的 朱凡剛這樣的外型 會覺得看到很舒服 想多看兩眼的 來 321 天啊 全部打成 好可憐喔 好 他舉手了 他舉手了 不要急住房間 好不好 我們再一個小時待會 我送你出去好不好 不要急 你問完女生之後可以問男生 好 我不介意 還問男生嗎 對 我不介意 來 現場男生 他是你的菜的舉手 你幹嘛挖洞給自己跳啊 你真的是 這樣不是更慘嗎 所以那次的分手是 對方提的還是你提的 對方提的 高中的時候 差不多 為什麼 就 因為他本來也就是一個 也是很一個 嬌嬌女 很硬的一個女生 很硬 很硬 對 就脾氣很硬 當時就是 在家裡 然後晚上了 然後就是 媽媽要叫我回家 他媽媽 沒有我媽媽 媽媽叫我回家 然後 然後 他就覺得 這個時候 你明明是可以再 待在我家了 為什麼你要回家 就是他覺得晚上我要出去了 你知道嗎 可是他就不相信 他懷疑你要去別的地方 他懷疑我要去別的地方 然後他就說了 如果你走 就不要再回來了 氣化吧 這是氣化對不對 對 我當下 我也這麼認為 他是個氣化 然後當下 其實我們那時候 脾氣都很硬 所以我覺得 你這麼不能 體諒我需要去 該做的事情 可是他知道 是你媽媽叫你回家嗎 他知道 沒有 他覺得不是啊 你有拿簡訊給他看嗎 他說 沒有簡訊吧 在那個時代還沒有簡訊 你有拿信給他看嗎 媽媽叫一個孩子回家 要用飛哥傳輸嗎 因為他說 哪個年代 至少要拿出證據 不然他女朋友 有什麼證據呢 對 那時候就是 沒有證據 對 那時候只有電話 就通電話說 你是不是應該回來 然後覺得 請告訴我幾點 大概 十一二點吧 該回家了吧 你女朋友還好吧 對啊 還好吧 你女朋友還好吧 十一二點該回家啦 對啊 可是當下我覺得 你 我認為他在講氣話 因為沒有 我感覺上真的沒有這麼嚴重 而且有點無理 對 我覺得你真的 怎麼可以 就是這樣子 硬 我跟你說實話 無理取鬧 對 我覺得有點無理取鬧 然後我就 我也沒有解釋太多 我就說好 如果你要這樣的話 我一定要走 我不可能說 你是急不得 你也是很硬的人 我也急不得 說走就走 就這樣分了 就分了 就這樣分了 就這樣分了 所有女生 你會這麼衝動嗎 這樣子的狀態 會是你分手的理由嗎 十一二點 她要求要回家 而你認為回家就是分手 你會嗎 會的舉手 沒有耶 我們現在年輕人這麼成熟 不是 我們能不能多找些幼稚一點的同學來 但是 人群就說 就這樣分了 然後沒有 誰也沒有打給誰嗎 你有沒有再找過他 有有有 我會一直想 她不要 她不要了 她不要了 她好狠 四個字送給你 借題發揮 阿翔分手找不到理由 就這樣子 我也覺得是這樣子 女生有很多都這樣子 不然不會找一個藉口 不太可能這樣 因為不知道怎麼結束比較好 對不對 非常好 Ivy 最難忘的分手經驗 我國中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很好的男生的朋友 然後就是那種每天 她會陪我走來走去在走廊裡 這個是我八年級的時候 八年級是幾年級 八年級 國二 國二 你國二長得跟現在差不了多少 一模一樣 差不多 幾乎一模一樣 你是後邊的右邊第二個 沒有 對 好像 前面 黑髮這個 其實不會變 不會差很多 你真的沒變 對 只是多一點肉而已 一直都是這麼青春就對了 謝謝 講得好 不是一直這麼老 下一張 哇 這個就是舞蹈隊的時候 好像小公主 你是啦啦隊嗎 是啦啦隊嗎 好熱情 下一張 就是跟舞蹈隊 左邊第二個 左邊第二個 這是什麼 我們去迪士尼樂園的時候 喔 去迪士尼 那時候也是 15歲 15歲 對 所以 沒什麼變 你跟現在沒有差很多 對 差不多 有一點點寶寶肺而已 好 你的初戀是16歲 所以 沒有沒有 是國中的時候 然後 就是一個男生 就是我們很好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那種很純純的 他每天會幫我拿書包 然後我們可以 坐在旁邊吃那種午餐 那我那時候就 他八年級的時候跟我告白 然後說他從六年級就喜歡我 然後我們這樣到十年級 所以維持了兩年多 然後我那時候 然後 其實我們差不多在一起一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覺得自己很自卑 因為他其實是還滿胖的 他是那種 可能超過 一百幾十公斤吧 他是那種很大 那怎麼瘦得了 對 然後他就覺得 因為每個人都會說 為什麼我們兩個在一起 不相配 所以他就是那半年以內 就是瘦了50公斤 然後 蛤 對 為了你瘦50喔 就超過一百磅 超過一百磅 超過一百磅 一包米的重量耶 他說很多 完全變一個樣子 然後變得還不錯 就 可是我本來就是 沒有對他的外邊有興趣 所以 那你對他哪一個部分有興趣 我只是以為 因為他對我很好 然後我們每天都這樣走來走去 就是 男女朋友 你的意思是 反而他瘦下來 你才發覺你更不喜歡他 因為 原來你喜歡胖子 原來我是喜歡他個性 因為他人好 我們是朋友 你不在乎他外表就對了 對 然後之後他瘦下來之後 他變得很自戀 然後每天上學 他就是變成 很愛 就是自己照鏡子 導扮 對然後他就會 會拿很多衣服到學校 然後問 欸你覺得我本來 我應該穿這個還是這個 如果你覺得這個比較好看 我立刻去換 還是這個比較好 那我頭髮應該梳這樣嗎 懂了 他開始在意自己的外型了 對然後每天遲到到 到學校遲到 因為自己一直打扮 然後我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很不喜歡 太驕傲的男生 了解 所以然後我後來也發現 他只要就是想牽我的手 碰我一下 我就 有一種反感 我真的是 所以真的撐到兩年半的時候 分手是你提的 對 你用撐到兩年半 你用撐這個字啊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別的朋友 就開始交男朋友 他們都很親密 他們就是都有接吻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你們還沒有接吻啊 他們沒有 你們兩年多的進度 就到牽手 沒有 然後他朋友都笑他 因為他們牽我的手都不行 所以 所以那時候我就 我就發現 好像這個不是愛 這個我不是愛他的 所以我就跟他分 可是剛才我覺得 祝凡剛有一點丈人 就是說你 你對他說 那個女的是戒題發揮 他有一點整個臉就沉了 沉 因為他不願意接受這件事情 對不對 他被甩了 你被甩了 你不能接受對不對 我沒有不能接受 只是我覺得 為什麼 這個 結果會變成這麼大 你知道嗎 就是我覺得 沒有這麼嚴重的事情 太快了 我覺得太無聊了 一定是有別的理由 我想到我以前 也會碰到 真的還假的 太無理取鬧了 講一下 我們想聽 講一下 還有這麼多人的經驗 沒有沒有 其他我都不想聽 我只想聽了 那我把它整理 再清楚一點 你要下一集再講嗎 他就是那種 也是無理取鬧的 這種說分就分的這種 好怪喔 因為我們沒有留下什麼 對 所以我現在不會這樣 怎麼樣沒有留下什麼 對啊 孫國豪 喂 他有留下什麼嗎 換你了 換你 難忘的了 你看你都在逃避 我覺得顯然你傷得很深 你是不是傷得很深 你 不會吧 我們感情當你想要投射在一個人身上 然後需要兩個人互動 然後有點結果的時候 當你想要 我能不能多一點照顧 多更近的距離 結果呢 對不對 然後他說不要就不要了 說沒有就沒有了 我覺得你受傷很重 擦掉就擦掉了 這怎麼會這樣子 這麼簡單呢 那我們不是很好嗎 對啊 為什麼 你是不是想哭 來到我懷裡來哭 這樣會更想哭吧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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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晨晨喔 她很在乎這件事情 但是她講不出來 因為她可能一講她會崩潰 啊 我跟妳講青春的分手 就是這麼的刻骨銘心 太青澀了 太青澀了 孫國豪來 我第一次 第一個真的女朋友 應該是17歲那時候吧 好那你先跟我講第一個假的 你會好了 那時候我們最先進的是 就是FAX 你們知道什麼是FAX嗎 你們用過FAX嗎 你們用過傳真機的舉手 來 哇 這麼多人 你們用過傳真機 你們用過傳真機 總比黃國人好嗎 他連戀愛都是用飛鴿傳輸 小鴿子 把他的訊息告訴我 我第一次 第一個真的女朋友 應該是17歲那時候吧 好那你先跟我講 第一個假的女朋友 都是假的啦 都是假的啦 因為孫國豪這個太帥了 他以前 而且又是秦漢 大哥的兒子 這個就是 17歲 17歲那時候 高中剛畢業 然後去香港拍電影的時候 哇賽 你高中剛畢業就去拍電影了 對 那是旁邊的中立題嗎 中立題 可以拿上中立題的照片來 哇賽 沒有 因為那個是剛好 我那個年紀的時候嘛 所以我就剛好有這個照片 旁邊那個像是中立題嗎 對 中立題 你們那部電影叫什麼名字 這部電影 白髮魔女傳第二集 聽過 聽過 別的照片 這17歲的你 對 再來就比較之前的 這個是 哇 高中大概一年級 九年 家庭多好 九年級吧 對啊 爸爸是秦漢 機車耶 沒有啦 這是我爸朋友的車 借我騎的 真的 真的嗎 孫國豪 機車 機車咧 還有別的照片嗎 還有一張 哇 好肥喔 你看 又是機身又是槍 家裡真有錢 好好玩喔 這在美國也是大概 又有機車 七八年級的時候 在美國第一次開槍的時候 對 哇 開槍啊 欸 我覺得孫國豪 你的童年 絕對不能跟我們一般人比 因為你是大明星的兒子 情漢的兒子 所以大家一定有 很多女生知道你是那個 情漢兒子 一定到天年 沒有 但因為我小學畢業 我就去美國啦 所以不會有人知道啊 我去的也是一般公立學校啊 不會有人知道啊 好啦 說說你的初戀吧 來 那認識那個女生是 其實在台灣 放暑假的時候 回來玩認識的 哇 然後呢就 就感覺還不錯 然後結果後來 都沒有進展 那是後來他 就是開學的回美國了 然後呢 我就發現我對他 有好感 你就為了他我還轉學 哇 轉到是他一個 同一個區的那邊的 旁邊的學校 哇 所以就為了他我還 就跟他住在同一區 然後呢就就慢慢慢慢的 就就開始 很純純的愛 我的初吻獻給他的 真的 對 那很難忘懷的 那是很重要 我跟你講初吻是最重要的記號 我以為我很厲害 你知道嗎 你怎麼會很厲害 你有沒有吻過 因為我在家裡 今天對我的手臂練習了很久 你知道嗎 然後你練習的時候 這邊還要打開一點 所以比較像 你知道嗎 我建議你上電視 不要講這個故事 Oh it's ok 等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是幾點鐘的 凌晨兩點半 好啦 繼續講 意思就是說他練習過 我跟你講 真的很多少男少女 很緊張 會稍微做一些揣測練習 然後後來就是 在一起 然後幾 就是幾個 Shut up 愛賓 大概幾個月的時間吧 然後後來因為就是 我高中要畢業了嘛 然後就是 我就是要去 去 就是回台灣發展演藝圈了 那要繼續在美國升大學 所以我們人就分隔兩地 遠距離就對了 對 人就遠距離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什麼 網路啊 也沒有Skype啊 就是 你知道要打電話的 那根本不可能維持 那時候我們最先進的是Fax 傳真機 對那個年代 你知道嗎 就傳一傳 然後後來就發現 你已經講Fax 加恩就笑出來 噗噗笑出來 你們知道什麼是Fax嗎 你沒有用過Fax嗎 傳真應該都用過 他們很少 有人沒用過傳真 聲聲沒有用過Fax 你沒有用過 你知道什麼叫Fax嗎 沒用過傳真機的舉手 來 舉給我看 這麼多啊 一二三四五六 哇 這麼多人沒用過傳真機 還挺落伍的嘛 各位 什麼落伍 什麼落伍 什麼比黃國人好嗎 他們連戀愛都用飛哥傳輸 來小小子 把那個信息告訴我 晨晨 我們以前是用射箭的 射到他家的屋頂 那你就在一起多久分手的啊 大概幾個月不到半年吧 那哪有什麼感覺 那哪有什麼感覺 你有感覺嗎 沒有沒有那時候還是很有感覺 你有痛苦嗎 你有難過嗎 難過其實我有點不記得 因為真的有點遙遠了 但是那個時候 我覺得真的很甜蜜 甜啊 就兩個人是那種很甜蜜的感覺 所以你們的進度就到這裡嗎 有到其他的 你懂 輕輕包包 你懂 翹克的時候躲在房間裡 但我第一次不是給他的 OK 我沒有再問這個啊 你不是在問這個嗎 我們是問分手的經驗 哦 第一次我們留給下一次 你很容易想歪耶 這都一起的嘛 簡單講說 combo嘛 那是一組的 一組的嘛 那是一組的 那是一個療程 對 是 遠距離的確會造成分手 這是很常的經驗 當然會 來 下一位 柏妤 我最難忘 算是在我18歲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有一個男生 他追我大概追了半年多 我都沒有理他 因為我覺得他很煩 然後他一定 哪一個是你啊 中間嗎 中間 那以前就很可愛了 還不錯啦 這是幾歲啊 那個高中大概16歲 什麼高中的 華剛 哦 華剛那個 華剛異校的 來 下一張看看 有沒有下一張 這是國中 超醜的 超醜的 好像林志穎 對啊 對啊 上次上次就有爆過 就是像林志穎 對啊 真相 對 以前很多人都說 林志穎很帥啊 OK啊 對啊 光人不是音樂最有名嗎 音樂班 對對對 那我不是我一班的 你是一班 普通科 還有下一張嗎 那是國小 過畢業的時候 很可愛 真的嗎 我女兒長得跟你好像 真的假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不喜歡那個男生 因為其實小時候都會覺得 那種不喜歡的男生很噁心 對 真的就是 會莫名其妙覺得噁心 連他的手切你都噁心 對 然後看到他就一直接近你的樣子 然後一副那種真情流露的樣子 你就會覺得 走開啦 你就會覺得他好煩 真的 然後可是這男生 就一直追我追半年 然後我覺得 好像覺得 好像是不是該跟他在一起的感覺 對 就覺得好可憐喔 這樣因為我都欺負他 對 女生都是這樣被說服 對 然後那時候就在一起 可是在一起的時候就 也不會對他好 其實說真的 就是態度啊 或什麼都對他非常不好 然後反正 可是我們很奇怪 我們在一起兩年 然後在兩年之中 就是我都把他當成我的努力 就是叫他幹嘛幹嘛 他都不能生氣 女孩子最愛這樣 對 因為真的不喜歡 利用人家對你好 沒有 就說 我沒有 沒有 對 都是這樣 對 都是這樣 對 女生會這樣 太賤 太賤 不是太賤 男生全部對你 不是 那是小時候 男生對不對 女生都會利用你對他好 所以呢 就隨便指使你做這個做那個 都不是這樣 只是叫他幫我拿東西 幫我洗衣服 幫他幫我幹嘛 洗衣服 對 就叫他幫我弄啊 對 然後他也是說制服 幫我洗這樣子 那你怎麼分手的 怎麼分手的 是因為那個時候 沒有 沒有 就是那個時候有一個男生 還蠻喜歡我的 然後我就跑出去跟他吃飯 吃完飯回去之後啊 他就發現說 我怪怪的 然後就問我去哪裡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跟他說 為什麼 然後結果之後 好像不知道要聽誰講 就是我跟這個男生出去吃飯 然後他就很難過 然後就跟我分手了 這樣子 難過而分手 對 然後 之後我還是有回去 就是挽留或什麼的 可是他覺得 我太過分了 你還回去挽留他 有啊 有啊 只是跟別人吃飯 他就受不了 這個男生太沒有安全感了 因為這個男生很喜歡我 就是我出去吃飯 那男生很喜歡我 都喜歡你啊 對 陪了你兩年 做牛做馬的也是喜歡你啊 對啊 可是他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 我背叛他 對 有那種感覺 光吃飯他就受不了喝光 你認為是背叛嗎 我不覺得是啊 你不覺得 Ivy覺得是背叛嗎 我是覺得 如果你沒有老實講 有一點不對 對 對 聽說 對 跟他 跟交其他朋友是OK 可是你要誠實啊 對啊 看到沒有 你心裡有鬼 因為你知道那個死亡 而且你就想要去Dating一下 說 如果你男朋友這樣 你一定會覺得有問題 對 但是小時候嘛 就是你還不會去處理感情 你聽說你分手的時候 都用失蹤這招啊 對啊 什麼叫失蹤啊 不OK 對 不是就是小時候 不懂處理感情 你會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 對 然後你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那有時候就是不喜歡了 失聯 然後找不到就對了 對 人間蒸發是吧 會 這樣很不OK啊 那他去你家等你就堵得到你了 沒有可是 我不太喜歡讓男生知道我家男 對 除非真的非常熟 好 就從失蹤開始 各位準備寫版 請告訴我你聽過最瞎的分手理由 可以嗎 可以 你聽過最瞎的分手理由 不管是自己的 或是朋友的 現在 他們寫他的板子 我們 打我們的內容 從後面往前 好不好 錢博宇你先來 最瞎的 最瞎的分手 我自己有一個很瞎的啦 你自己的來 就是 因為我很討厭別人騙我 然後今天有個男朋友 他有養一隻狗 然後我就覺得 這隻狗長得好像他 我說這隻狗一定是你買的 然後他說不是不是 這是他媽媽的狗 然後我被他騙了一年吧 他媽的狗是嗎 對 對 然後我大概被他騙了一年 以後有一天 忽然在聊天的時候 我又講一樣話 我就 天啊我覺得這隻狗 真的長得好像你 有什麼人養什麼狗這樣 然後他說 對啊 然後我就跟他分手了 因為我覺得你還騙我一年 我覺得我自己很笨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大 你為了一隻狗跟他分手 對啊 那真的很過分啊 可是你不覺得很過分嗎 就是騙那麼久 你為了一隻狗跟他分手 可是你不覺得騙很久 他也不過欺騙了一隻狗的身世而已 對 可是 阿公過世了嗎 他昨天託夢給你們 所以我們不能在一起 怎麼可以去反抗阿公的意思 對啊 他是在一個很成格的狀況之下 然後跟他說了這個事情 是嗎 那你 你為了一隻狗跟他分手 可是你不覺得騙很久 可是你不覺得騙很久 他也不過欺騙了一隻狗的身世而已 對 可是 你管我這狗是買的還是撿的 你為了這隻狗分手幹什麼呢 因為你一直笑他說 這個狗跟他媽媽很像 他受不了了 跟他長得很像 跟他長得很像 對 對啊 他就一直騙我 然後 可是我真的很討厭被騙 我覺得至少是有什麼好騙 那你小時候騙我 那你大肆是不是也會騙我 那算了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 你也是個怪咖 這個我覺得 你真的很怪 那是小時候 那是小時候 你確定你現在不會對不對 我不會 我現在不會 你最想知道說 那個男的是他爸媽 親生的就好了嗎 你管那個狗是誰的 你管 真的很無聊 真的無聊 他會覺得這是信任問題 對 我就信任 他覺得狗 你這個會騙我 他是健為之助 你的愛太絕對了 不能 健為之助不能放在這裡 為什麼 我覺得這不要健為 這叫陰小師大 你因為這一個 萬一他未來很有出現 你覺得有發展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年紀還小 我都不會有未來 多小時候 大概17、18歲 真幼稚 那是生生這個年紀 生生 你救這種人 我有點 我是不是有點牽怒 對 不要牽怒別人 你怎麼會這樣 好啦 我覺得這個餵了一隻狗 這個很瞎 國豪 我覺得最瞎的分手方式就是 分了之後 又反悔的這種 這個常常 那有什麼關係 很多人都這樣 對這個我很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男人是有尊嚴的 因為 我先附和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剛剛聽到他們在講話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是不是牽手跟分手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今天跟明天可以馬上改變態度的 來我們牽手 對 不要分手 對不對 牽手分手這麼容易 是一瞬間的 是馬上的 忽冷忽熱的 蛾系 對 所以我常常遇到就是說 他對方 女方跟你提分手 那我也欣然接受 大家也就講OK 那就分了 結果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反悔了 或者是他看到你已經有下一個新歡了 他更反悔了 他更要把你再抓回來 我覺得這種就很瞎 意思是他跟你提但是他又那個 對 不是我提的 你就是這樣是不是 很多這樣是不是 你就是是不是 你就是是不是 我不是這樣 不要動手 你有原意 用嘴巴用嘴巴 原意是什麼 孫國豪 你有沒有覺得這是一種 食之無味氣之可惜的感覺 不是不是 女生的心態真的不是這樣 女生的心態有兩個 一個是真的很生氣吵架之下 不理智說出來的這句話 但是之後 但是我有遇過很多是理智的 對 那理智的時候 他是真的覺得你們不適合 但是他會跟你和好 表示其實他還捨不得你 然後我還再三說 Are you sure? 你不要後悔喔 你不要後悔喔 我不吃回頭草的喔 可是不能這麼反覆 如果是照樣子 理性的講 你要分嗎 真的要分 可是我不想分 你要分分就分了 對啊 但是我覺得國豪這個並不瞎 這個常見 所以國人老師一定是走這種路線 不是 想哭就讓我壞裡哭 你不要一直常常強爆火 剛才是誰先到誰的歌桌 可是我是說 我是要你自願 可是你都用強爆的 這樣強爆不好 溫柔點 來 阿比 都講到強爆我怎麼接 不是 強爆是爆的爆 爆 有爆的爆 強爆 強迫去爆你 阿比 其實我也覺得一個很瞎的 可是我常聽到 因為我有很多男生的朋友 然後他們都會說 他們開始出問題的時候 還是分手之後 我說為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我發現我不想交女朋友 因為我想玩 我突然發現我是同性戀這樣 沒有啦 可是就是他說 因為我還不準備好 我想玩 借口都是借口 然後我就覺得 你這樣是很爛的 因為其實你想玩是沒關係 可是你就玩要玩的女生 所以我在想 你想玩是OK 因為每個男生 可能有他的想法 可是你不要欺騙一個 真心的愛你的女生 他玩過他想甩 就用這個理由 我就是討厭這樣 很不OK 我突然不想戀愛了 對不對 我想一個人記住 對 可是為什麼 那 因為我覺得他從手到尾 沒有真正的愛他 這個蝦 春光是比那個蝦 來 出版國 那我這個 可能是蝦王的分手理由 那對不起 等一下你還沒看他們的 你還不一定是蝦王 現在年輕人 應該有更蝦的 沒有 這是我表哥跟我說的 這是他真的發生的事情 OK 就他想跟他女朋友分手 然後就有一天 在一切都很正常的狀況之下 把他女朋友約了出來 然後就一切是很正常的約會 然後就在一個很感性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 他女朋友說 欸 什麼事 求婚 他女朋友 欸 什麼事 浪漫喔 對 然後他就說 你記得我阿公過世了嗎 他說我記得 他昨天託夢給我 說我們不能在一起 什麼東西啦 真的 這個已經 這個嚇到好笑 我聽到的時候說 你開玩笑吧 好想沒有 比表哥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我說你跟我開玩笑吧 我問我表哥 我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說沒有 我真的這麼做 然後當下 這種怪力亂神的很多 還有時候我得了絕症 我覺得不適合 也有 對 當下這個女生就很難 就很難去 對 這個很難 因為是阿公啊 對 怎麼可以去反抗阿公的意思呢 對 他是在一個很誠懇 很一切很那個狀況之下 然後跟他說了這個事情 那阿公的理由 分手理由 阿公不像有禮物嗎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阿公就說這個女人不OK 我已經往生的阿公 被我搬出來 阿公說不好玩 如果我是這個女生 我就會回答 我說是嗎 那你叫你阿公來跟我講 還是不要 但是我 我就說 給你阿公來跟阿公 阿公也拖個夢給我嘛 對不對 我也想跟阿公敬個面 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這種理由 對不對 那就分了嗎 成功了 好騙耶 他們在一起多久分了 有一兩年吧 我想 有 這樣你就分了 好啦 到底我們今天學長姐說的 是不是最瞎的 你們的答案 請亮牌 然後呢 你們四個人這樣好不好 因為我們各有自己看 覺得有意思的 我們全部看過一遍 你對誰的理由最好奇 好不好 一人點一個 你只能選一個 一個就好了 朱文剛你認為誰的最瞎 來 你選一個 可是 什麼叫 什麼叫吹風 對啊 這個 那個我們要講一下 不要講一下可以播的 不要講一下不能播的 米爾好奇想問也可以 對 我們就只 你只能挑一個 各位 你只能挑一個 朱文剛快點 就吹風 好 來 妮妮 這個最瞎的理由 分手理由這跟吹風什麼關係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怪咖 然後就是可能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他從 因為我是從 我是台南人 然後從台南載我去高雄 然後騎那很長的那個路 然後他又故意衝很快很快很快 然後就很 風就很強大 然後他就會眼角就流那個眼淚流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 好噁心 然後他跟我講話 轉過來的時候 然後這樣流一條話 都是眼淚 我都覺得他很噁心 他是捨不得要跟你分開 他在哭話 我就覺得他很噁心 你莫名其妙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我自己的女生要小心 他從台南送你去高雄 要騎一個多小時 很辛苦 然後飆車飆車回頭看 他又看你的時候 流的淚 這麼人 這男人這麼man的男人 他為你擋風遮雨的 就在你面前為你擋風 對啊 你覺得噁心 應該是一個好男人吧 而且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張學友的歌嗎 想和你吹吹風 吹吹風 那很浪漫啊 而且那時候就會覺得好 很浪漫 對啊 對 你買一副太陽眼鏡給他戴就好了 對 晚上 有透明的啊 或是全照式的安全帽 就是嘛 孫豪你對誰的理由覺得最瞎 Momo 香水味很老 香水味很老 為什麼是分手理由 我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就有一天突然發現 他女朋友的香水味 跟他們扳倒的味道很像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覺得 他沒辦法跟他在一起了 我阿姨的香水 跟我們里長得很像 跟班導很像就分手 莫名其妙 他會覺得這個同學的名字很low 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就覺得這不是同一個年代的 這個死不瞑目耶 這分手 香水味 那你的朋友可以去買一個 他喜歡的香水 送給他男朋友就好了 對啊 這太不合理了 欸這個太像 對 是你的朋友還是你 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那你咧 我 你最好沒有跟人家分手過 我有 你有用過很瞎的理由是什麼 你自己講 我是被甩的 好酷喔 你幹嘛那麼兇 你要不要到我的鴿子窝來 那你男朋友用什麼理由 沒有理由 他該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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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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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餅乾的理由都沒有嗎 哈哈 分手有時候分得好 但好聚好散是最高境界 但是 你選一個 我可以選啊 選一個 我們各選一個 想跳舞 我覺得想跳舞滿瞎的 怎麼了 為了跳舞分手 對 他因為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是很瞎的理由 是他提出來的 他說他怎樣怎樣 他說他覺得空間太少 但是其實我們相處很少 幾乎沒有在相處 空間太小 然後他想跳舞的意思是 因為他很喜歡跳舞 對 那就給他大一點的空間跳啊 對 不是 然後我就說 這是踢擋吧 或是你們約會的時候 去比較大的地方 例如說中正紀念堂 應該很大的地方可以跳 我會讓他跳舞 可是他最後分手的理由 還是想跳舞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找任何理由來分手就對了 真的 換你 佳恩的分手合約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們兩個就是很奇怪 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就好像 就是沒有很喜歡對方 然後他們就定一個合約 他們在一起一年 大概在十月左右他們就說 我們一起跨年 跨完年 當下我們就分手 然後結果 就是那時候我有 就是有跟他們一起去跨年 結果他們真的 煙火放完 然後他們就分手了 哇今天煙火真的比去年好看耶 這樣子喔 這樣子喔 對好特別喔 不過至少人家都講好了 對這個還OK 有沒有遺憾 沒有遺憾嗎 好奇怪喔 就是後來那個女生有點後悔 而且是5 是那女生比的 4 3 2 分手吧 這樣子 倒數分手 基本上這些的分手聽起來都還算 例如說很瞎 但還算和平 最怕遇到那種分的心風學語 你用心風學語 這個是個恐怖片的名詞 是我們接下來就要談恐怖的 恐怖恐怖 好擦掉你們的答案 現在 最恐怖的 我這就過癮了 好不好最恐怖的分手理由 分手經驗 自己的或別人的 學長姐有吧 那個每一段小時候父母親都會教 什麼樣的女生 不能教的朋友 不能教 怎麼樣 就是一哭二鬧三上掉 真的 真的 我媽都非常非常反對 你要教女朋友的時候 都會說 她會是這種女生 然後我在溫瓜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女生 就剛開始大家 看起來是非常似似聞聞的 然後慢慢開始熟悉認識了之後 冬天過了 夏天來了 手臂就露出來了 就有一天就穿短 她穿短又出來 就看她手臂上 拉小提琴 很多自殘 對 很多自殘的那個 而不是只有一兩條 是整個從手腕到 到手肘 手肘 都是 都是 我看到了之後就覺得 哇 很害怕 你問了沒有呢 我當然問 我說這個是 就差不多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 有時候情緒不太好 就會這樣 那種 但是我之後 聽到她說這個事情之後 我就去詢問她的 朋友 她以前的個性如何 還會 刮難沒有車子 你知道嗎 就是會有這些比較暴力的舉動 你根本 她太愛車子 對 然後沒有 可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自殘這個東西 它什麼時候爆發 你不知道 這也是個 另類的恐怖情侶 很奇怪 有些心態是這種 我當我特別投入在愛的 這個世界裡面 我特別為了你 我好愛你 可是當你有天我們說要分了 然後突然間有個心態啊 心態如果不健全的 她會覺得 我失去了你 我還剩下什麼 你不知道還有這麼多人可以選喔 花花世界喔 對不對 到處都是蜜蜂蝴蝶喔 她覺得她人生生沒有意義 突然間瞎掉了 我失去你 我不知道我剩下什麼 有沒有 就有很大的失落 失去存在的意義就對了 對 國豪 我遇過的就是 她先要跟你分手 然後呢 後來她反悔 但是 我已經接受分手 所以我也就不要了 結果呢她就 炸了什麼東西 哪些東西 就是 能破的 家裡會破的東西 都破了 碗啊 把盤子 玻璃類 會破的 全部都碎掉 電視 那我要謝謝她的是 電視 電腦 PS3 欸 OK耶 那這個女生不聰明啦 那我想說 我謝謝她耶 那我想問她說 那這有什麼好雜的 那她沒有雜到最貴重的嗎 她把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那個公室 地上全是碎玻璃 我回家一看喔 全是碎玻璃 然後呢我清了一個禮拜 因為有一些是酒 酒 酒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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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來酒水 捏 捏在地上你知道嗎 我那邊用慘啊 一直弄一直弄 她毀了你真的是 你對她做了什麼 是她跟我分耶 是她跟我分耶 那你有講話刺激她嗎 沒有 沒有 然後 你們有說 你們有說 老子我不吃灰頭草 你有沒有說 有種來找我家 你有沒有說 有沒有這樣講 有沒有講 有 恐怖情人的作為 有多虛空 廣告回來 馬上與你分享 好 是她跟我分耶 那你有講話刺激她嗎 沒有 沒有 然後 你們有說 你們有說 老子我不吃灰頭草 好 你有沒有說 有種來找我家 有沒有這樣講 有沒有講 搞不好有 有 我覺得 有種來找我家 搞不好有 你雜雜看啊 可能有類似的吧 那因為鑰匙她一直沒有還給我 你知道嗎 就有一副鑰匙在那邊 那就是你笨了 鑰匙還在她手上 要換手 換手 換手 你怎麼可以叫人家來找你家 鑰匙還沒拿回來 因為才相隔一兩個禮拜 分手的時候一兩個禮拜的事情 換個鎖兩個小時的事情 對 現在想這個終於 不要再 孫國豪已經親了一個禮拜 我們在這邊一直 鼠肉 花一個禮拜就親地板 你不如花兩個小時換個鎖 對不對 沒有就真的沒有想過說 遇到這麼兇狠的一個角色 你知道嗎 你沒有想到她是這麼暴力的人嗎 沒有想到 交往的時候不知道嗎 交往的時候可能會覺得說 她就是 愛的方式會比較 強烈一點 但是沒有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到過說 哇 會把人家家砸爛的這一周 千柏宇 我要講我自己的初戀 我的初戀超恐怖的 我們初戀不是在半個小時前聊的嗎 不是 我的初戀超恐怖的是恐怖情人 就是 初戀就是恐怖情人 那個男的他有 他精神方面好像有點問題 然後他有暴力傾向 然後一開始就是都不知道 然後就知道後面大概將 就是交往半年之後 然後他開始出現暴力傾向 他會在路上喔 可能一言不合他就直接打我 然後他會有人來勸架 然後說你不可以這樣打女生 然後他連那個路人一起打 蛤 對 很可怕 真的真的有問題 去哪認識這怪他 這是學長啊 就是學校的學長 然後 他是一個幫派分子嗎 他不是啊 他不是 然後最可怕的是之後 就是因為我一直想跟他分手 當我發現他有暴力傾向的時候 我覺得很害怕 然後因為那時候小時候 我交男朋友都不會讓家人知道嘛 所以沒有跟父母講 然後就有一次我就在跟他聊天 就是 然後就想說 聊天的氣氛還蠻好的 然後想說 那跟他講分手好了 結果他 我一定跟他講分手 然後他就直接掐住我的脖子 然後把我抵在牆壁上 然後跟我講說 你敢跟我分手 你試看看 哇賽 好可怕 結果你最後怎麼分 結果之後我就嚇我尖叫 我就跑回家了 然後結果 我就跟我爸媽講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從那天之後 就是我爸媽都會陪我 就是譬如說上課啊 或是出去都會陪我 然後 已經過了大概一個月了 我想說他應該不會再來我家 來找我了 結果那時候我媽 就是本來說我要出去買東西 然後我媽說 好 那你一個人去買就好 我在走到樓梯要搭電梯的時候 他忽然從後面的安全輪跑出來 拿東西抵著我的背後 然後 另外一隻手掐住我的脖子 告訴我說 你敢叫你就死定了 好恐怖喔 難怪 他說他不敢讓別人知道他住哪裡 然後就 我又撿腳 我又撿腳 然後那一次就說我父母有報警 結果真的很可怕 後來怎麼處理 後來就是我 我父母有打電話去他家 叫他媽媽要管好他家的小孩 對 所以要是我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不要報警 要是我沒有那麼複雜 我要確定他會這樣對我的女兒 他早就被我綁到山上去了 在社會上大家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間 你憑什麼欺負人 對不對 不要那麼生氣 因為我的女兒以後也會長成這樣子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 對不對我一定要這樣處理 但是我覺得 好好聊聊 來你跟我上來一下 OK 對不對 小以大意以後 乖的跟蛋一樣我告訴你 OK 那我在這邊也勸告 如果未來有人交到他女兒 千萬不要跟他上餐去 我今天也忍不住 我要講一個我的故事 我從來沒有在節目上講 你有朋友恐怖情人 不是 我決定要 那是恐怖情人 看起來恐怖在哪裡 我來講一個 我來分享各位學弟學妹 好 我講一個 我是感受到有一種恐怖的氛圍 我就跟他分手了 這是我的初戀 我初戀 多恐怖 我在我高中畢業要考上大學 那個暑假 我常常去一個7-11 然後就愛上了一個 裡面在那邊的麥的小姐 就是7-11服務員 歡迎光臨 我每天 因為那時候我也沒有窮 很窮 我每天要去看他 我就每天去買一瓶養樂 歡迎光臨 夠了 結果我就每天買養樂多 就這樣跟他短暫的相處 我就覺得他好可愛 然後他也 謝謝光臨 那時候的7-11還沒有這種聲音 因為那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 OK 然後我們就談戀愛 其實談戀愛一切都還OK 我才知道她比我大 她是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女生 我那時候才高中 剛畢業考大學 那有點姐弟戀 我也不管她是什麼 可是有一天 我們都很幸福快樂 常常出去郊遊怎麼樣 有一天我們去陽明山 然後她突然看到有一群軍人走過去 她說 然後 郭忍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有男朋友 我嚇到她 我說你有男朋友 那她是做什麼 她說 她就是 像這樣的阿兵哥 她是 她想打我 會嗎 我就嚇到 我跟你講 你一個大三的女生跟連長 差一輪多 因為我高中剛畢業 有一天還 就是18歲而已 我嚇到 我說你有男朋友 然後你是一個連長 我說交往中嗎 他說 交往中啊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跟我在一起 他說 我覺得你很可愛 我說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你的男朋友有槍 我嚇到 我就跟他分手了 你講這個故事只是告訴你 你是俗辣怕死而已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去成功嶺對不對 大三不是 高中畢業要去成功嶺 我就上了成功嶺 然後我開玩笑 他萬一 他的連長就是我成功嶺的連長 那很可怕 叫做槍槍的敵人 歡迎光臨 好 今天的恐怖情人 本來想要再多分享一些的 好不好 以後一定還有機會 我想你們這邊應該有很多恐怖情人 千萬要慎選男朋友跟女朋友 不要找到恐怖情人 而且遇到危險 趕快先閃 對 我相信這個時間是人最偉大的導師 時間來說時間會沖淡一切 但是生活的經驗是累積來的 我們剛剛在分享不同世代的恐怖經驗 其實這種感情 情是個非常純真的事情 可以感動很多天地萬物 而且我個人認為分手如果處理得好 你這個人格就成熟了 對 千萬不要認為你失去了他 是不是 生命還剩下什麼 剩下的還多的 還有很多帶著你長大的父母親 當然 來教你知識的很多 還有許多美好的事情等於 來 我們請起立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參加 謝謝我們的學長姐 謝謝 謝謝 下一個了 謝謝觀眾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四晚上九點鐘 收看超級電子台灣的播出的 青春夢回頭 拜拜 謝謝